好 主播为您持续追踪高宏安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最新调查进度 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高宏安的助理 也就是有台大13妹支撑的陈玉文 早早8点多结束北极站训问 并被移送到台北地检署进行复训 一路他是拿着水瓶遮着脸 那紧接着就是高宏安的办公室主任陈焕宇 也离开北极站往北检前进 而今天上午展开了这波侦查行动 共查扣了助理名册 高宏安跟男友李中庭 还有办公室主任陈华宇 助理王玉文四人都被列为贪污案的被告 而检教他们这一次一共查扣了助理名册 薪资 明细等证物 就是要来厘清高宏安到底有没有用人头来申报助理费 而其实稍早也传出高宏安的父母家也被搜索 根据我们稍早跟地检署来求证 因为高宏安偶尔会到父母家住 所以也被列为这是他的居住地点之一 当然也会进行搜索 并没有特别调查出他这个到底是不是他的父母家 而其实这一次陷入诈诈领助理费的案子 高宏安多次公开澄清检调 也目前要就目前的市政来赶紧将增上理清 不过其实根据宪法规定 立委除了现行犯之外 在会期中没有经过立法院的许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 由于目前正在会期中 因此如果检察官要深压高宏安 就要先行新闻立法院 获得同意之后才能逮捕 再向法院申请羁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穿白色外套走进台北地检署 进行复训 他就是高宏安男友李仲庭 至于这位头低到不能再低 一路用水瓶揪着脸 则是高宏安的助理 也就是有台大13妹支撑的王宇文 紧接着是高宏安办公室主任陈焕宇 以及国会办公室行政主任黄灵慧 次人从15号晚上8点多 前后结束北京站训问 陆续抵达台北地检署 高宏安涉嫌诈领助理费一案 15号早上8点多 检掉大动作兵分八路 搜索多名被告住家跟立院办公室 直到晚上11点 整整过了12个多小时 高宏安人依旧还在北极站 请问今天有拿了什么资料吗 检掉搜索高宏安办公室 查扣助理名册 薪资明细 加班费用 还有会议记录等等 要来厘清高宏安 到底有没有使用人头 申报助理费 一度传出高宏安父母住家 也被搜索 检方表示因为查出高宏安偶尔会过去住 算是居住所之一 所以也被列为搜查重点 要赶紧将事情的真相查明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好主播可以看到 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新竹市长 当选人高宏安 终于是现身台北地检署 那他是快速的走进去 也不回应任何问题 看起来确实是有些疲惫 因为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 他就被检调约谈到北极站 训问历经几乎一整天 稍早被 刚刚就被移送到地检进行复训 而这其中呢 也包括了他的男友李中庭 跟办公室主任陈幻宇 以及有台大13面支撑的助理 王玉文 四人都被列为贪污案被告 那就在刚刚也陆续到了北检 那上午呢 展开了这波侦查行动 检调在搜索的重点 包含了助理的名册 以及薪资名细等等 就是要来厘清高宏安 到底有没有用人头来申报助理费 而这其中呢 也包括了高宏安父母的住处 因为检调调查呢 高宏安偶尔会过去过夜 所以也把他列为居住场所之一 那根据呢 宪法的条文规定 立委除了现刑犯之外 在会期中 非经立法院的许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 那由于目前正在会期中 所以因此 检察官要生压高宏安的话 就要先行文立院 获得同意之后 才能逮捕再上法院 来申请羁押 那陷入诈领助理费一案 高宏安其实他多次公开的申请 那检浆目前也要救 现在采集到的市政 来将真相赶紧理清 以上是北检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掌握全球情势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那最新的连线现场 就要来看到 新入市长当选人高宏安 他遭控涉嫌 诈领助理费 经过录夜资讯 被检方预令60万元 交保列为贪污被告 那检方是否认为说 他有一个特定的贪污金额呢 详情就要请教给 在现场的记者冠疫 好那么确实呢 这个高宏安 那在昨天被搜索之后呢 大概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就已经被60万来交保请回了 不过呢 涉案金额有多少 其实检调 目前都还在查证当中 但是之前曾经有一个这个账册曝光 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助理 黄慧文呢 他曾经交出了一本账册 光是在他任职的这个半年期间呢 就经手大概超过了500笔的这个金钱 来进进出出 那么包含像是这个助理的薪资 还有这个上缴多少的这个公报的这个项目呢 全部都是一目了然 那么当中是还发现有这个备注来 是多次载名的是委员来请款 有其中一笔呢 是在2020年11月27号 由这个党秘书长主办的这个媒体餐序 开销是9000多元 当时呢 也是向这个高宏安来进行请款 那么另外这个高宏安还拿这个发票呢 向助理们报这个账领钱的项目呢 就包含了像是两笔进行车费 分别是呢 130元以及85元 还有这个两笔的党团 午餐费议大概是909元 以及779元 还有相关的媒体餐序呢 是9383元 以及这个顾问咨询是1144元 那么另外还有像是这个 新经济移民咨询会的385元 以及这个IKEA餐序 1164元 那么当中还有一笔 居然是订购了30本高宏安出版的 这个面试郭台铭的书 总共花费了6870元 主播 好那另外现在要看到了 检方讯后是裁决高宏安是60万元 交保这个金额算是重吗 还有被指说是他的人头的高宏安男友李中庭 最后是吴宝请回的 另外其他的关心人状况又是如何呢 要请教关一 好那么刚刚提到呢 这个60万算不算重呢 其实在以往的个案来说 其实还不算是非常的贵 那么其实60万这个数字呢 以诈领保险金的这些名义代表来说呢 其实在之前还有更高的金额出现 像是这个新党籍的这个台北市议员潘怀宗 他之前就被控呢设领诈领这个人头的这个助理费呢 是补助300万元 因此呢当时他是200万元交保 那么另外还有像是台北市的武党籍员林颖梦呢 曾经也是因为设领设颈这个助理费 当时呢他甚至是100万交保 而且呢他还一度筹不出钱 只能在这个拘留室过夜 不过这回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 就是这个高火案的男友 他的这个李中庭哦 他们这一次呢居然是被吴宝请回 那么警方目前是调查了 这个李中庭是在这个黄卫文提供的这个 减调的内障当中呢 曾经是有被记录到一个是2万元的助理费 是两度从这个公积金提领 大概总共是16万8千多元的款项 疑似呢就是替这个高火案来买午餐等等的 只是私人开销 不过呢可能他的涉案的这个情节 其实比较浅 所以呢目前是被吴宝请回的 那么以上就先继续让前进头 先交换给朋友的主播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